2024年9月份生活圣言 你们应按着圣言来实行 不要只听自己欺骗自己 聆听与实践是本月生活圣言作者所强调的基本主题 的确 雅各伯宗徒在书信中继续写道 至于那细查赐予自由的完美法律 而又保持不变 不随听随望 却实际立行的 这人因他的作为必是有福的 正是这份愿意认识天主圣言 并把圣言付诸实行的努力 使我们获得自由 给我们带来喜悦 可以说本月的圣经章节本身 就是实践传播到全球各地的生活圣言的原因 起初卢加了每周一次 后来每月一次 从圣经中选出一句完整的圣言 并加以诠释 我们会面 大家一同分享生活经验 所取得的成果 一个合一的团体逐渐建立起来 展现了它能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这个倡议很简单 但它为二十世纪的基督徒 重新发现天主圣言 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它传递了一种生活福音 并分享其效果的方法 你们应按着圣言来实行 不要只听 自己欺骗自己 亚各博书继承了耶稣宣讲的内容 让我们生活和体验天国临现我们中间的现实 耶稣宣称那些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 他承认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才是他的母亲和兄弟 在撒种的比喻中 他说 若种子落在好地里 即落在那些依善良和诚实的心 请听这话 并把它保存起来的人 他们将以坚忍结出果实 卢迦勒写道 耶稣的每一句话都表达了 他对我们全部的爱 让我们把圣言落实到生活中 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 假如我们实践了圣言 我们将体验到一股强大的生命力量 从我们身上和四周释放出来 让我们爱慕福音 让自己转化成福音 以致外溢到他人身上 我们将亲身体验到 从自我 自己的局限 和一切奴役中释放出来的自由 不仅如此 我们更会看到 耶稣自由地活在我们内 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结构中 引发一场爱的革命 你们应按着圣言来实行 不要只听自己欺骗自己 我们如何才能把这句圣言付诸实践呢 让我们环顾四周 尽己所能 通过或大或小的关爱行动 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转变不公正的社会架构 反对暴力 促进和平与和解的行动 提高敏锐意识 并采取有利于我们地球的种种举措 一场真正的革新 由此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所生活的团体的生命中 我们工作的环境中爆发 爱体现在社会和政治行动中 寻求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在位于密鲁亚马逊地带海拔2330米的拉穆德城市 普世博爱运动 一个小团体为当地最弱小者开设了一个老人中心 该中心以运动创办人卢迦勒命名 这个老人中心是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开办的 共收容了50位孤寡老人 该中心的家具 餐具甚至食物 都是由邻近的团体捐赠的 好比一场赌注 当中充满各种困难 障碍重重 然而 在2022年3月 老人中心举行了一周年庆典 向全市居民开放 并举办了庆祝会 甚至连当地政府领导也参与其中 为其两天的庆祝活动 吸引了新的志愿者 包括成人和儿童 他们乐意来照顾这些孤寡老人 从而扩大了他们的家庭 你们应按着圣言来实行 不要只听 自己欺骗自己